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秋过后 在江浙一带的水田里 小溪旁 肉嫩多汁的田螺悄悄进入到它们最肥美的时候 成为餐桌上的一道不可或缺的美味 用一种缩着吃炒田螺很受欢迎 在香浙月丸等地都有不同口味的做法 这种缩螺在烹制之前要将田螺去泥洗净 然后用剪丝钳剪去螺壳末烧 洗净下锅即可 这种方式处理的田螺不用牙签 只要一作 鲜美昙滑的螺肉就能立刻唤醒味蕾 可面对这样的美味 大多数人只能忘罗心探 所以很多人只能去菜市场买已经去过北的田螺回来烹煮 你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 我是主持人陆博 今天我们养博士请到的科学顾问 是大家非常熟悉并喜爱的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文华老师 彭老师 欢迎您 彭老师 刚才看了那个小片 的确是太诱人了 田螺好好吃 你喜欢吃田螺吗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自己到河里去捞 捞出来以后就煮一煮 看来我们编导拍的片多漂亮 田螺特别美 而且吃起来特别香 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就是捡田螺 这事比较紫杂 对 这个田螺你要吸着吃的话 它必须把后边剪掉两个螺纹 这你不能剪多了 那你要拿钳子剪确实是很费劲 那为什么要剪两个呢 就是你剪多了以后 你吸可能这个肉就完全都吸到你嘴里 也包括后边的一些肠子 对 那肠子有的时候一吃到的时候没剪干净 哎呦 这个色呀 它不是没剪干净 它是你搅多了 一下都吸进去了 但如果要是搅的比较少 太大好处 少 比如就搅了一个螺纹 这时候你吸着就会觉得非常费劲 刚好剪两圈的这个时候 你吸可以给它吸出来 但是后边的肠子还跟里边连着 你吸出来的肉再咬一下 把那肠子留在壳里头 黄老师你就是一个百科全书 什么您都知道 这个捡田螺这常识你也明白 当然这个事确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事 你想那个螺壳跟石头是什么 我们要拿钱的去一个一个给它搅下来 确实很费劲 说到这儿就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我们今天这个发明项目呢 就跟捡田螺的小尾巴有关系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发明项目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和认识一下它 哎 各位 你们这是干嘛呢 我们在捡螺丝的 捡螺丝啊 这个螺丝不就是我们平常建的那个田螺吗 是吧 是的 那为什么要捡这个螺丝啊 我们捡来是为了吃吗 那您是捡哪个部位呢 我们捡在这个地方 这个部位 就是这个尾部是吧 这个尾部 最标准的啊 你就要捡这个地方部位 它有一 就属上来啊 一个两个 主要要捡的这两个 第二圈 第二圈 哎 那大姐 那您这一天能捡多少啊 一百来斤左右吧 一百来斤 那你算你们这些工友里面快的吗 嗯 最快的速度是不是啊 就是最快的也就是一百斤 最快也就是一百多斤 您的意思是一天顶多一个人 也就能捡一百多斤是吧 嗯 看是简单 其实做了也有一点难的 那行 要不这样吧 我试一下 好不好 好的 我替您吧 您这么一堆 哎 我给您剪完 好不好 好的 你看看我这个剪的怎么样 嗯 好吧 好的 来 你帮我拿一下 好 一个 听了大姐的介绍 我们的记者来了兴趣 这项活似乎一点都不难 只要用力剪掉田螺的尾巴夹就成 而第一起 我们的记者有的是 看来记者只学到皮毛 一剪子下去 分寸没把握好 大姐 我剪了这么多 虽然说数量不是很多 但是我在这蹲着剪的话 确实感觉到这个脚呢 已经有点开始麻了 已经开始有点酸了 像您这一天就一直是这么一个动作吗 是的 都是这样一个动作 都没有 没有可信到哪里去 你不是这个动作的话 跟不上速度的 跟不上速度啊 不过我刚才剪了一下 体验一下 我觉得这个钳子有时候 捏的多了的话 这个手也会酸 是吧 有的 好 但是这么总结下来 我觉得咱们这个活 看似很简单 实则我觉得还是很辛苦的 那现在咱们没有这么一台机器来 带这些人工做这个事情吗 在这里我们一直都是人工做 没有机器做的 没有机器啊 田螺 田螺个头小 数量多 捡田螺是个耐心活 一蹲就是半天 腿脚酸麻 有没有一种省时省力的方法来捡田螺呢 发明人 吕传威 发明项目 田螺 捡尾机 吕师傅是浙江永康本地人 同身边人一样 他也爱炒田螺这一口 可是目睹了这么多乡亲们捡田螺的辛苦 从事机械加工的吕师傅 开始琢磨着做一台捡田螺尾巴的机器 按说老吕也是干了十年的机械加工 做过的机器也多了去 可这项工作没有他想的那么容易 这波半年过去了 机器的雏形还在酝酿中 吕师傅是个安静的人 苦恼的时候总是一个人纠结 又是一个下午 吕师傅再次走在公园里 享受孤独的时候 灵感就这么不期而至了 他把玩手中的帘子 越看越觉得形状像田螺 如果田螺像这样乖乖不动 想怎么削他都可以 基于这个想法 吕师傅的田螺捡尾机终于问世了 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我听说好像咱们这个厂里边 有一位叫吕传威的师傅 吕传威就是我 我们听说我做了一个螺丝捡尾机 是吗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对对对 这机器我们 吕师傅的田螺捡尾机 结构简单实用 通过摇动把收 经齿轮加速 使得滚筒转动起来 达到所需速度 将田螺从进了口倒入滚筒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 田螺紧贴筒壁 尖尖尾巴从红眼钻出 并被下方旋转刀片切掉 完成 简尾工作 把螺丝倒进去 螺丝屁股呢 掉出来 螺丝从这进 对从这进 进去之后呢 咱们在这个滚筒里面 滚筒里面 这个里面大 有个追度 55的追度 这个螺丝屁股能掉出来 好 律师傅 就是这个螺丝 是 咱们来试一下吧 可以 可以 那您这个机器这一次总共能装多少啊 一次7到15斤 7到15斤 这么多都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田螺的壳主要成分是碳酸钙 硬而脆 是田螺保护自己的天然防护盾 刀片打田螺 这可是硬碰硬 吕师傅的机器能有多少胜算呢 那晕晕乎乎的田螺 是否都已经突了尾巴呢 这就是您刚才打的螺丝啊 对 咱们来看看 基本都打出来了 对吧 这个怎么有一个啊 这个没打出来 这个没打出来 对对对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是有个别的 时间太短 时间再长一点点的话 它就能打出来 那像咱们这个打的螺丝 这个机器要打多少时间 才算合格呢 两到三分钟 两到三分钟是吧 对对 好 我刚才看您这么摇啊 感觉也是蛮简单的啊 是 简单 我也想试一下 可以啊 可以啊 没问题 轻轻松松摇两三分钟 就将菜场大姐们头疼的活干完了 记者按捺不住 也想试试 对啊 你是高兴天 就这些是吗 对对对 好嘞 那我就可以开始打了吗 现在 对对对 可以打 你嚼一下 行 来 你帮我拿一下 好的好的 记者想速战速决 仗着力气大 将滚筒摇得糊糊生风 可是吕师傅突然制止了他 太快 慢一点 太快啊 太快打不出来 那为什么快了不行啊 那个螺丝就跟着上面转 一个离心力 慢一点 那快了的话咱们不是 打这个螺丝的尾部 速度不会快吗 不是 那螺丝掉不出去 它有个离心力啊 跟着那个童子转 它下不去 行 那我慢一点吧 你看这样的速度能行吗 这样就太慢 太慢啊 对对对 看来这个速度还是不好把握呀 看来心急吃不着 断尾填螺 速度太快 反而过犹不及 要想达到最佳效果 手摇的速度 还得掌握好度 记者进入佳境 慢慢掌握速度的诀窍 达出来的填螺速度和质量 都达到了最佳平衡点 那您帮我看一下 我这打得怎么样啊 打得还可以 还可以 就 我试了的话呢 我觉得 可能是我掌握不好 但是 但是我是想说 咱们要不要找一个 专门打螺丝的地方 咱们让那边的 工人师傅去看一看 可以 可以是吧 对 吕师傅的机器刚做出来 可谓是 仰在深归 人未实 记者想要拿到市场上 让大家开开眼 菜场里 高手如云 面前这位胡大姐 更是剪田螺界的传奇 吕师傅的新机器 能否入 他们的法眼呢 带来什么了啊 李师傅 阿姨 那您一看这个机器 你觉得是干嘛用的 我不知道说干啥 不知道干嘛用的 李师傅 您告诉吧 这个是 剪这个尾巴的机器 剪螺丝尾巴的机器 你觉得机器怎么样 拿来试一下 来试一下 大姐让它试试 咱们就给它试一试 可以啊 试试没问题 没问题是吧 好 那你要在哪试 就放这个试吧 行 来 放到这边 吕师傅的机器 结构简单 一个摇巴 一个滚筒 根本没法让大姐相信 可以剪田螺 周围的群众 倒是看得稀奇 看来 想要征服大家 还得要拿出真本事 吕师傅 急于证明自己的实力 他将田螺一盘一盘的 往进了口道 我说吕师傅 你都不担心 待会儿摇不动吗 那这个机器刚开始 一下倒进去那么多 你觉得它能打得出来吗 倒进去肯定打得出来啊 你就那么多啊 那么多的 它有数的啊 打就打能打得出来的 但是要很长时间 要很长时间 你自信放这么多的话 我觉得有点危险 对对对 行 那等会咱们一块看一下 好的 机器剪田螺 引得大家纷纷为观 就连一旁的小贩 都忘了吆喝 好 这里啊 好了 哎 李师傅 嗯 赶好了是吗 你好了 好 那咱们赶紧出来吧 好 把那口放出来 你都拿出来了是吧 拿出来了 好 那来拿到这边 来两位大姐 不干净 你看 你看 这尾巴都没有剪好 这个没有剪好 那其他的呢 嗯 其他呢 是可以的 那像这种剪好的质量怎么样 这个质量啊 差不多 差不多的 那您觉得呢 好了这样子 好了 有没有不好的 就有几个没有剪啊 有几个没有剪啊 那只有几个没剪能行吗 我挑一下啊 那要挑 还得再挑一遍 挑一下吧 这就好迈了 那看来还比较麻烦 还得再挑一遍 肯定要挑过 那有功课 那李师傅 您打的这个田螺 指标是可以 但是人家说了 里边怎么还有一些 没有打掉啊 没有打掉是时间不够 再加一点时间 就能全部打掉 再摇几下 再摇几下 对 是不是您这个 摇的这个节奏 没有把握好啊 刚做出来的东西 肯定没有那么熟练 您的意思是说 再摇一摇 还是可以的是吧 还是摇一摇 可以的 只要给大家时间就可以的 好 那两位 你们觉得它的机器 怎么样 我们觉得这机器嘛 还是 还是什么 还是不怎么标准吧 不怎么标准啊 需要改进 那人家觉得你机器不好啊 我的机器现在 我感觉是很好啊 就有几个搞不出来 时间再长一点 就能搞出来啊 再摇几下 对 能搞出来啊 您说肯定没问题是吧 肯定没问题 肯定能打出来 肯定能打出来 机器捡的田螺 还有漏网之余 这反而给大姐 增加了挑捡的工作量 这一点 让大姐很是不满 虽然大姐挑出来 一堆毛病 可是嘴硬的吕师傅 却不甘心 那等一下我们来TK吧 TK啊 可以啊 咱们来再检验一下 你到底怎么样 好吧 行 没事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好 一场比赛 结果难测 双方各有短板 机器要靠所有田螺尾巴露出来 才能减掉 难免有漏网之余 人工队要一个个打磨 恐怕时间上赶不上 这场战役规模不大 气氛却高涨 两边是争分夺秒 争分相对 到底是吕师傅真有两把刷子 还是人工队两把钳子 更加厉害 我们拭目以待 这人工队大姐手脚麻利 不到一秒一个 刀光闪烁 锋芒凌厉 速度惊人 吕师傅在一旁 显然吃惊不小 看来这一侧真是碰上了硬茬子 身为外行的吕师傅 不知道胡大姐 可是菜场的传奇人物 她的一把老虎钳 经过二十年岁月的历练 捡起田螺来 快如闪电 让人眼花缭乱 您这个捡得很快 您捡了多少年了 我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您这个钳子都不用动吗 就在这手捏一下捏一下 就可以了 那您这一天最多捡过多少 一百多斤 一百多斤啊 今天您捡十斤 应该不再花下吧 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 那人家两位觉得 他们速度也不慢 比较还好 看来您是 行不了他们啊 不会的 不会的 我这个很快 捡吃了也不错 您这个摇子还吃穿的 还累呀 大乐天的肯定吃穿了 大乐天的吃穿了是吧 那咱们等会儿 打出来的比较 不会像刚才那样吧 不会不会 不会不会 不会不会不会 可能你要有信心的 有信心 吕师傅慢悠悠摇着 实则内心 没那么淡定 这场比赛 最终胜利 到底花落谁家 结果乌朔迷离 您看见咱们这个比赛 你觉得人工阵和机械队 哪方面优势更大一些 为什么是机器呢 因为机器肯定要快一点 你觉得机器快啊 对啊 吕师傅这次卯足了劲 想要把田螺尾巴剪掉 而他的机器转速有限 敌心力也有限 想要打得彻底 不能图快 相比之下 人工队就利索了很多 可是十斤重的田螺 靠人手一颗颗剪出来 也是需要时间的 到底谁能抢先 完成任务呢 看着吕师傅 像收割庄稼一样 将田螺倾倒在筐里 大姐露出来羡慕的神色 但是最后看尾巴的时候 我们还要一个一个看尾巴 谁羡慕谁 还不一定呢 这次你给咱们看一看 是你们剪得好 还是吕师傅剪得好 好吧 你看看 要不要先看看你们呢 对 先看一下我们自己的方法 你们觉得自己剪得怎么样 剪得好啊 我们自己好啊 肯定好是吧 肯定好啊我们 好那这样 那重房呢还是吕师傅这边 咱们看看吕师傅剪得怎么样 来你剪 他还要 剪一下翻一翻 他还又没有剪 啊 你说这个没有剪的 还有一个 这个这个都 五个这么多 高手一出手 就只有没有 胡大姐随手就挑出 漏剪的大田螺 很少了吗 少是很少啊 但是师哥你每一个 这一盆你都要来挑啊 像我们剪的话我们剪我们一个上一个就很干净了 空壳子我们也把它挑出来了 你看像这里老板的都还要费时间来挑一下 挑一下还要把这个空壳子也取出来 如果我们这个吧没剪得干净 因为有的还是没剪到是吧 有些还没剪到 那大伙觉得他们这个比赛谁胜啊 人工队 人工队 你为什么觉得人工队获胜啊 因为那个质量也人工队好 然后他那个野鞋也没剪到的那个 因为人工队剪得干净 剪得干净啊 因为他们剪得确实很快啊 而且很干净 如果那种机器的话 他们还要重新再挑选 那样太费死了 而且也费死 对啊 又费精力 然后估计他们挑选的时间 他们又可以剪出来另外十斤了 行是这样 好 那吕师傅 那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啊 一致判定是咱们人工队获胜 那我今以后回去给一下吧 贴子有几个没搞出来 吕师傅的机器 剪不了田螺里的大个子 没能赢得了人工队 也没有获得现场观众的青睐 比赛之后 黯然转身 踏上了漫长的改进之路 汉老师在几下当中 虽然这发明人吕师傅失败了 但是我们还要给他进行一下表扬 他失败的很光荣 对 因为他这七丝尿响 我们看到用滚筒剪刀来剪田螺的尾巴 哎 这个创意真的挺了不起的啊 对 我们看他这个机器并不是很混杂 就是上边有一个筒子 下边有一个转动的刀 那么它是靠什么原理呢 它那个筒子上边的打的孔比较多 我在这找了一块筒板 我在上面也打了一些孔 现在我用橡皮泥做了一些田螺 你看看 很单的筒子和一把刀 它这么一转 下边刀一削 就完成了田螺尾部的切削 这个确实是很巧妙的 花儿我们不能回避这比赛结果呀 您看这个机器虽然我们大家都夸它创意非常好 但是它还是输给了人工队 就是因为它没剪干净啊 对 它就是最后削下来以后 它的尾巴剪的 有些剪掉了 有些没有剪掉 造成这么一种 它剪得不净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想这个问题呢 它应该是这样考虑的 一个呢就是我们倒入这个田螺的量 你这必须得考虑 因为你量大了以后 它肯定出来的有这个尾部没有进入洞的 没有被削掉 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铜 它转动的转速多大合适 这也应该实验 我们不要认为它转得快了 这个田螺的尾一定要从这插住 那不一定啊 那太慢呢 它的效率要低 所以呢你要根据实验找一个合适的转速 这样使得在不多的圈内 这个桶里的田螺 它的尾部基本上都完成了这种插入洞的这么一个工作 那也就是说这些尾全削好了 转速呢要做一下测试多少合适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发明人士具体进行如何的改进的呢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吕师傅反复观察 发现大田螺身宽体盘 怎么转也露不到锥形孔里 成了漏网之鱼 一堆田螺大小不均 这个问题不可避免 这下可难住了吕师傅 但是他从没想过放弃 没有想过放弃 一般的东西你知道解释了到底的话 再动脑筋的话 很直接上没有做不错东西 几乎可以这么说 吕师傅从小家庭困难 他从小就学会了直面困难 在爱人支持下最终迈过了这道坎 对对对 这新的机器 新机器 这么看感觉确实像个新机器 漂亮这个机器 对确实很漂亮 那您这上面怎么还贴个字啊 小 这个是大 为什么还贴个字啊 就是小的那是打小的螺丝 大的那是打大多螺丝 把它分开来打 上次不是大螺丝打不了 现在我把这个洞也做大了 对 对 那大螺丝能打了 能解决掉了 吕师傅买一耸一 一下做出两台机器 那这种分门别类的剪填螺方法 会不会拖慢 整体速度呢 这个打小螺 对对 那咱们上一次测试的时候啊 你这个速度不够快啊 现在快啊 现在比上一次快了 怎么就快了呢 这是机器的 这个电动机的 那个是能够手摇的 就不一样啊 就不一样啊 对对对 细心的吕师傅不会忽略速度问题 他为了提高效率 精确打磨每一个零件 标准化生长 这个刀里的滚筒啊 就是挨得很近 挨得很近 对 切尾的话 这个速度啊 就特别快 特别快 对对对 哎呀 我看您这个刀后边 好像还有一个 辅加了这么一个 这是什么呀 这个圆端子 一个起一个 动平衡的作用 嗯 如果前面重 后面轻的话 这个刀就会甩 会震动 对对对 那现在您可以 给我们试一下吗 吕师傅先试了一下 大天螺 大天螺个头肥大 足有两三公分长 尾巴也要粗壮一些 新机器 比起上一代的钢铁外壳 要显得秀气很多 大天螺倒进去 效果如何呢 新机器没有让记者失望 倒进去的大个子们 在晕晕乎乎之间 尾巴已经纷纷落定 说话间 一小筐天螺 就已经打好了 声音很脆 对对对对 声音错就代表说 那个尾部已经被切下来了 代表尾部已经 对给它切掉了 打好了 打好了是不是 对对对 一分钟 一分钟打好了 这么快 很快 这咱们赶紧看看吧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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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打了两层 正好打了两层 对对对对 咱们来对比一下 还有没有大螺 哇 打的都挺好的 用小的动力打的 行 那咱们来试一下 上次因为部分大田螺捡不了 而让机器杀鱼而归 这一次机器攻克了大田螺 接下来就看机器捡小田螺的表现吧 成功的机器必须做到大螺小螺 一网打进 开始 新机器的速度给了记者不小的惊喜 接下来轮到小螺上场了 机器能在速度上再创佳机吗 小螺各自小 同等重量 数量能比大螺多出一倍多 同样的时间 机器能减好一筐小螺吗 大螺和大小螺多少一分钟 一样一样 那现在时间还是多少 我看看 这个马上就要倒栏啊 这个就好了 好了 新机器表现不俗 在一分钟内也打好了一筐小螺 好 确实不速 那女师吧 没想到您这个大螺和小螺都处理得这么好啊 现在没问题 没问题是吧 都很好 那这样 那为了进一步测试您这个机器到底怎么样啊 速度到底快不快 我建议咱们去那个农贸市场 咱们再去找那边的大姐 好吧 好的好的 行 那咱们把机器拉过去吧 可以 在永康最会捡天螺的人 就是菜场里的工人 我们的女师傅又带着她的新武器 来挑战这群菜场里的高手 这一次经过千锤百炼的人工队 能赢过吕师傅的秘密武器吗 呃 你们怎么不用继续剪 我们这里没有机 你们为什么要剪这么多螺丝啊 批发 你们是做批发的 那一天能剪多少呢 一天 两千斤 两千 一天一两百斤啊 一个能够剪 那总共要出多少呢 两千斤 两千多斤啊 哎呀 那还不少啊 那我想问一下 那对于这个大螺丝和小螺丝 你们觉得哪种螺丝更难剪一点 小螺丝蛮剪一点啊 为什么 小螺丝太小了 那个手很容易剪到的 这个大螺丝好剪一点啊 大螺丝好剪一点是吧 好 看来这个小螺丝还是你们困难的地方啊 我这里两台机器 拿你试一下 拿来试一下 好 对 这是我们那个女师傅 他我们今天过来带了两台机器过来 他们可以剪小螺丝和大螺丝分开剪 你们觉得怎么样 拿来试一下 与师傅这次有备而来 看到田螺里的大块头一点都不触 而那些细小的让工人师傅难剪的田螺 更是没放在眼里 好 大伙觉得这个机器怎么样 天色一些嘛 漂亮 很精致 很漂亮 您觉得呢 好漂亮 好漂亮 但是你们没有怀疑说他这个到底能不能打吗 试一下 试一下 有疑问是吧 没有什么疑问呢 那这个这么小的能不能减 什么小的 还有中等的这个不打 对我来讲不是难题 对你来讲不是难题是吧 你们还有没有更大一点的 还有 这么大了 这么多啊 这么大 没关系 没问题 吕师傅 那您看这个螺可是相当大呀 相当大 没关系 能打得下 那咱才 打机器能行吗 能行 诶 大伙 想要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看看 那来 试一下吧 我们给他们露一双 可以 好 那来吧 先打这个大的好不好 工人们看到吕师傅的机器 纷纷把自己平时觉得难捡的田螺拿出来 似乎是要一股脑的抛给机器 吕师傅这回可够呛了吧 倒倒 那好像应该能打出来吧 应该能打出来啊 对 好 那您觉得呢 已经差不多再小了 那您觉得呢 我觉得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因为这个太大了吧 这个螺 它这个太小了吧 您觉得机器太小 螺太大了是吗 那咱们等会儿来看一看 好吧 那你师傅啊 您这个机器能打几分钟啊 一分钟 一分钟啊 对 这么短的时间啊 那大伙觉得这个机器打一分钟 能不能打得出来 应该能打得出来 应该打得出来是吧 因为它是自动的嘛 它是自动的啊 哈哈 看来是他挺喜欢这个机器啊 对啊 差不多还有十秒钟就好了 十秒钟 对 这么快啊 嗯 现在好了 跑了就这么快 对对对 那咱们来提机 看一看 好吧 怎么样 打得怎么样 你还行 都打出来了 您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怎么就好了 比手工姐的均匀 就像这样 哦 这个就打得好是吗 嗯 那其他的呢 都差不多 都挺好的 有没有打得不好的 那您觉得呢 您刚才可觉得它的机器不太行啊 对 现在你看一看 现在看一下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这样夹出来就可以吸出来吗 这样就可以吸出来了 好吸吗 夹得太大又不好吸的 那您的意思就是这么 剪成这样 刚刚好 刚刚好是吧 刚刚好的 嗯 好 那 那 李师傅 看来您这个 大螺打得可以啊 嗯 打得不错 好 那 现在 咱们再打一下 大家都认为最难打的小螺 好不好 可以 没问题 您找有小螺吗 有 有 拿来看看 来 咱们拿一个大螺对比一下 哇 这是一个大螺 嗯 好 任意拿一个 这是一个小螺 对 好像这个差距特别大啊 对 是不是 这种小螺就是咱们公认的是最难打的 最难剪的 剪的时候就容易剪到手 容易剪到手是吧 对 您觉得呢 嗯 小螺丝难剪 难剪是吧 嗯 好 那李师傅 最难剪的小螺丝啊 对于咱们人工来说最难剪的小螺丝 对我来说是最好打的 最好打的 对对对 好 那咱们来试一下 好的 好的 来 对于人工对近而远之的小田螺 李师傅竟然声称很擅长 到底是吹牛 还是真的有两把刷子呢 想到肯定反了呀 肯定难剪是吧 嗯 那么什么难剪 个子小了 分量轻啊 个子多了 嗯 李师傅 嗯 那现在您的机器打完了吗 现在 打完了 打完了 对 好了 那您拿出来我们看看吧 好的 好 李师傅 嗯 那您这个小螺也打好了啊 嗯 那来 咱们这样 咱们现场所有的人 咱们都来看一看 它这个螺打得怎么样好不好 哎 你们四位觉得它这个小螺剪的怎么样 还挺好的 不错 还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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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标准的 很标准的 很均匀 剪得不错 剪得不错 你找个不好的吗 找一找 找不到 怎么会找不到呢 再找一找 找不到 好了 真找不到 我们手工还没解这么均匀 是吧 好 那女师傅 嗯 那大伙都找了一下啊 嗯 您这小螺打得也不错 嗯 哇 这机器现在给劲了 确实不错 确实不错啊 嗯 我拿两台机器试一下 到你这里 您是 我是这老板 这老板 对对对 我们是这样 我们的女师傅 不得拿两台机器 过来给您试一下 能打大螺能拿小螺 行不行啊 这样 还可以 现在还可以啊 一次能打多少 一次 一分钟 打两斤 一分钟装两斤 一分钟打两斤 一分钟打两斤 稍微两斤 嗯 好 那也太少了吧 我太少吗 太少了 我让劈发那么点量怎么行 你一天能做多少量 我一天要两千多斤 两千多斤啊 哎 那我这机器 你不好多买几腿吗 这 就货费大了吗 不怎么买呀 这个只能饭店用用 只能饭店用用 小量的地方用用 我说批发三的那个是不行的 哦 看来您觉得它这个出产量 还是 还是太小啊 太小了 嗯 哎 那旅师傅 嗯 看来人家 还不满意你的机器啊 那确实 它的批发 批发一天两天多斤 确实太少 确实太少 对 那我觉得 加大产量 也是咱们一个改进的方向 您觉得呢 啊 要么回去 我再弄弄 这个 耽误了一些时间 咱们做一个约定吧 好吧 好的 咱们把机器改进好了 吕师傅这一次的改进 战胜了过去的自己 大田螺小田螺都能顺利断尾 然而新的挑战 接踵而来 如何突破数量的瓶颈 使机器使用范围更广 成为它新的课题 不善于向亲友表达 接连受挫的压力 吕师傅总是选择一些独处的方式 排解苦闷 思考出路 这个能是一个性格的问题啊 它就是你 你不去 不去研究 它自己要去想啊 平时就是睡不着觉 它自己要去想 摆弄机器 就是吕师傅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现在 它却面临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 到底是做大小螺分开打的分体机 还是做成大小螺一起打的一体机 如果是给田螺批发用 显然一体机更方便 同时 一次检尾的数量 要有大的提升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用一个滚筒 同时减好大小螺呢 为了能研制出成功的机器 吕师傅花了大量时间 研究浙江江西江苏等地的田螺 区分体型个头 重新修正滚筒上的内外孔径数据 吕师傅采取间隔排列的方法 一排大孔 紧邻着一排小孔 将大孔内壁孔径放大到21毫米 确保大田螺也能落到孔里面 再努力了两个月后 一款效果更好的机器 被打造出来 师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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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改进怎么样了 改进改进好了 上次人家说了 闲场这个机器量点小 那您这次怎么改进呢 量小我就把它做大了 现在容量能能打到7到14 我们里边是怎么打的呢 能看一看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打给你看一下 我发现您这个滚筒啊 跟第一代那个滚筒很类似啊 从那边改进过来的 改进过来的 那这样的话效果能行吗 上次是一把刀 现在是两把的乌肝刀 哪个我们看一看 这个就是乌肝刀 就这个两把是吧 对对对 加了一个水管 您为什么要加这个水管 加了水管能把这个螺丝清洗很干净 那既然您这么说 来 那 你说吧 那您说您这个滚筋现在打得快了 是吧 那现在是几分钟打呢 打一次 两分钟打7到14斤 7到14斤 对对 那上一次可是一分钟打就打出来了 一分钟它是才两斤啊 这等于是一分钟等于7斤啊 那比它快得多吗 确实快了 对对对对 那好 看来您又挺有信心的 您这还有螺丝吗 还有 有是吧 这一次性就到13斤了 对 对 我觉得您这机器现在有压力啊 没压力 没压力 对对对 好 那咱们来试一试赶紧的 可以 好 来吧 012点我就可要计时了 可以可以死了 好 那我就 开始 好的 快 改进好的机器 体积变大了 胃口也变大了 十多斤的田螺 一次性倒进去 这次大小不一的田螺 能彻底断尾吗 而且之前的机器 一分钟之内能处理一波 现在机器一口气 能处理十来斤 这速度不会又下降了吧 记者保持着大胆怀疑 小心求证的态度 李师傅 我看这边穿上的螺丝尾巴 对 这个不拆出来吗 对对 这个尾巴切下来的 打下来的 看来还挺多的 很多 知道之后的效果怎么样 效果肯定很好 肯定很好 对对 您加了这个水 能把这个螺丝 给清洗干净吗 能清洗干净 咱们可以看了吧 现在 可以看 相信对新机器来说 最大的悬疑是 能不能同时将大螺小螺 一起完美去尾 来吧 好的 看一看 哇 难找不出来 哎 李师傅 我这翻了好多次 确实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看来你的机器 确实不错呀 经过吕师傅的努力 机器由原来的 一次处理一两斤 到现在一次性 能打十来斤 这进步可是不小 这样的速度 是不是菜场老板 想要的答案呢 李师傅带着记者 再次来到了菜场 两分钟可以讲十四斤 比原先要快四倍了 不要吹大牛 要不然试一下 比试一下 我这里正好有了 要不试一下 老板 您这有几个人 我这里有八个人 八个人 哎 李师傅 八个人 咱在机器能行吗 能行 能行 十多个的行 十多个都行 对 老板 看来人家 李师傅 觉得您这个 让我先给他试一下 让我先给他试一下 试一下是吗 对 提到比赛 双方一拍即合 李师傅想要证明自己 菜场老板 想要考验机器 这一战 谁都不会手软 那现在啊 给你们两位的要求 咱们来一次比赛 哎 李师傅 哎 你没看到 人家人工队这个士气很高涨 您一个人能行吗 我一个人比他们还高涨 不会吧 我这个机器很快速度 很快是吗 那要是一旦不行呢 一旦不行的话 我就把这机器送给他们 请他们吃饭 请他们吃饭 对 大家怎么样 好 好 大家把我们成功了 好 那这样 那看来两位 咱们这样 比赛到这会儿 咱们在现场找一位裁判吗 啊 那 请这个说法 大哥 您贵姓 我姓胡 胡师傅 你好 您对这个螺丝了解吗 我对一个螺丝 从小就经常跟它接触到 是吗 您是经常吃呢 还是经常剪呢 经常摸 经常吃 经常剪 您跟我们说一下比赛规则吧 这一百斤螺丝 能够在一个机器队 各五十斤一个 那怎么算赢啊 谁剪得好 谁剪得快 算赢 这样就结束了吗 然后我们各拿一盘 到炒出来 随着好吸 吃起来味道 觉得酸 那是谁就赢 这样才能算赢 对 好 那老板 您这边没问题吧 没问题 我们等会儿 可是要吃的 我们不怕 不怕是吧 好 那吕叔叔 您这呢 我这边更没问题 更没问题是吧 好 这次比赛很严格 裁判亲自下手 称分重量 而这次比赛难度 更是不小 比赛用的田螺 都是中等偏小的个头 这种小田螺 无论是人工还是机器 处理起来都费劲 到时候 就看谁 技高一筹了 25.06 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开始 您宣布比赛开始吧 比赛开始 好 开始吧 快快快快 快 一听比赛开始 双方立马就位 人工队的抄钳子 机器队的开机器 双方人数全输 但是气势同样高涨 人工队这边一开场 就抢占了先机 一筐田螺一洒下来 八个人扒双手 剪子穿梭 刀光剪影 气势不凡 通人工队这边 声猛的气势比起来 与师傅这边的动静 就小多了 一个人一点点将田螺 往机器里面倒 速度真的能赶上人工队吗 一旁的记者看着 都着急冒汗 虽然人工队伍起势较快 可是这场比赛的难度 显而易见 小田螺个头比较小 只有一厘米多 锥形的外壳不规则 而且失缓 拿在手里本就不变 还要快速的剪掉尾巴 速度快了 很容易伤到手 这些剪田螺高手们 也得集中精力 哎 李师傅 你怎么过来看人工队了 看一下他们剪的怎么样了 比赛紧张的间隙里 吕师傅竟然还有闲心 过来串门 似乎被吕师傅 轻慢的态度激怒了 人工队加快了速度 手上的剪子捂得飞快 尤其是人工队的胡大姐 作为队伍里面的灵魂人物 捡起田螺 犹如探囊取物 一手刀弓 简直出神入化了 就在李师傅顶着压力比赛时 观众中悄悄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你怎么也过来看比赛来了 我老公他说今天要过来 私下这台机器 我当心到我过来 你还比较担心啊 这情况那肯定是我们这个机器能赢的 有了爱人支持的李师傅 对比赛更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而人工队这边 却迎来了体力透支后的速度下滑 太累了 太累了 手都起胖了 人工队员们撑到比赛结束 已经相当不易了 很多人都累得握不动剪子了 而李师傅有了爱人的支持 越战越勇 把剩下的田螺一股脑倒进机器 向着比赛胜利做了冲刺 好 裁判 那刚才李师傅这边到了最后一框 离比赛还剩两分钟 那您看人工队这边什么情况 人工队还没结束 还没结束 还是机器赢的 这边多不多 这边还有估计有 很多很多 有七八斤 还有七八斤的样子 我这里结束了 你结束了是吧 好 裁判 我们赶紧让人工队停下来吧 停了 到时间 停吧停吧 人工队都捡过了 都捡过了 那咱们来看看 鸡卸队这边 你来看一看 这是咱们李师傅捡的 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啊 这个怎么这么干净呢 怎么这么干净啊 它干净还不好吗 对啊 就我们洗的时候很简 就简单多了 那它每个锣都捡到了吗 你仔细看一看啊 一定要仔细检查 对对 我看看 往下面查一查 质量很好 质量很好 确实很好 那现在咱们质量也看了 你给咱们总结一下吧 速度方面 李师傅胜 表面也是李师傅的好一点 但是我们结果要看谁的好吃 谁的好吸 这样才算 那它最后的胜利 好 那李师傅 那我们这次又要检验这个口感了 没问题啊 没问题是吧 对 行 那咱们更难一点 咱们去饭店去炒一下 好走啊 那两位 咱们让这边的顾客去尝一尝 好的 好 拜拜 师傅你好 来 尝尝我们的螺丝 好的 哪个更好吸一点 您觉得这个怎么样 蛮不错的 好吸吗 好好好 好吸是吗 好 这样 来 师傅 您再尝尝这位 再尝一下这盘 这个好吸吗 还可以吧 还可以啊 但是我看您吸的好像挺费力的 没原先那个好吸 没有这个好吸 再试试这一盘 怎么样 吸不动啊 这个吸不动啊 有那么难吸吗 有点 有点 有点是吧 那用牙齿的 味道还好的 好吸吗 好吸吗 也不错啊 好 用这个 怎么样 那裁判 那您也尝过了 那您给咱们点评一下这个比赛吧 他这个三个总共吃五个人 三个人说他这盘法吸 两个人说差不多 就以 吕师傅 吕师傅为胜出 好 那恭喜吕师傅啊 好 谢谢 吕师傅发明的填螺减尾机 运用简单的离心力的原理 配合滚筒内的锥形镂孔 将填螺尾巴露出并切掉 省去了过去填螺减尾的繁重劳动 很受 乡亲们欢迎 吕师傅发明的填螺减尾机 结构简单 构思巧妙 达到了填螺减尾的目的 利用锥形孔和离心力的作用 综合实现了 让旋转的填螺 牢固的贴合在筒壁上 使得填螺减尾比较简单 那么如果要改进的话 可以更好的去优化这个结构 使得填螺减尾的效率 会大大的提升 比如这个筒的长度 以及筒倾斜的角度等 都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李师傅的机器是不负众望 最终在众多的高手比评当中 是获得了胜利 我们在这里向大家表示祝贺 好的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 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感谢我们的资深科学顾问 彭彭华老师光临演播室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客教频的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下期同样时间 我们再见 他是自然界的神偷 狡猾激进 他是民间的捕鼠人 聪明勤劳 发明人名修战道 推鼠版 暗度陈仓 红外感应 磁控开关 巧妙联动装置 让老鼠有来无回 捕鼠气 汪兴人 捉鼠大比拼 十年埋伏 耗子 哪里逃 敬请收看 我爱发明 捕鼠特工